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李长寨 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谈轮回教察节目 今天谈的主题是英国报应 就是所谓的善恶与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到底这个事情是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虚幻的想象 首先呢就是这个我们先看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个燕国报应这个思想是从什么时间出现的 如果我们发遍中国的古籍诸子百家里面都没有燕国报应这个思想 先前诸子百家都没有 你看老子道德经这个里面说这个天际不仁是万物出狗 这个天际万物啊,它这个所谓的命运 它是就是风水轮流转,气数啊 烟药五行相生相克来这个运行的 而且可以计算 那这个一经呢也是说这个矛盾双方互相转化 福息祸之所以,祸息福之所以啊 这个祸福啊都是这个轮流的 就是这个风水轮流转,就是烟药气数这样来运行 没有这个烟药报应这个思想,没有嘴也流转这个思想 一直到了,那这个烟药报应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是,中国的烟药报应思想是从东汉末年啊 随着这个佛教啊,从厌渡传入中国 然后呢,这个,呃,这个,某些中国人啊,或者说在民间啊,烟药报应思想得到了寒大的普及啊,是这么来的 呃,这个特别是梁武纪啊,这个推行佛教,全国推行佛教 呃,那这个,烟药报应,那就也就是说是外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思想啊,它是来自于亚渡的这个,早期的普罗门教 那普罗门教又是如何创造出烟药报应这个思想呢? 其实这个,那就要从亚利安人征服印度,古印度来说起 这个,印度啊,本来没有亚利安人,没有白人的 后来亚利安人,就所谓的白人啊,在亚密尼亚那个地方发源 然后有一只呢,就南下,到了印度,就把印度征服了 呃,征服之后呢,就是亚利安人自己认为他是上等民族啊 因为这个,印度白人土的土著属于略等民族 所以呢,就发明了一套增秀理论,烟药报应,来这个,呃,统治,呃,徒著印度人,去告诉印度人 说,你呢,这个,受苦受力,当奴隶啊,这个是因为,烟药报应 你前世修行不好,这个,做了很多孽,所以你现在当奴隶啊,受苦受力啊 呃,我们这个,当主子的,这个,亚利安人,当主子,当普罗门的啊 这个,是因为前世修行好,这个,烟药报应 所以说,你呢,呃,不能反抗,你反抗就反抗神,就是反抗这个烟药,就打击不斗 所以你有安心,这个,仙安理得的,接受这个命运的安排 仙安理得的当好奴隶,仙安理得的侍奉好普罗门这些主子 嗯,这是烟药报应的思想啊,这后来呢,这个,佛教啊,就是,呃,就是在反抗普罗门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啊 他起诉了正生平等,但是呢,他没有兵器这个普罗门教一直宣扬的烟药报应 所以说,烟药报应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并非是机遇官场得到的结论 就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轮回吧,还是说鬼啊,他不是创造出来的 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每一个地方都有闹鬼的啊,都,还有,鬼还有,呃,这个,显灵的,被人家看见的,是吧 而且还有这个轮回案例吧,那全世界就查了上万例了啊,这个累计上万例,历史航 那这个,世纪文三教授,就查了上千例啊,这个其他的,反正就是,就查几十例的,我数有比较多的了 我可能是世界上纪录最多的,我就查了一百个案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平遥在圣人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一百个案例 所以说是可以观察到的,就查到的,但是这个烟药报应这个事情,呃,到底能不能观察到,煞有煞不,恶有恶不,还别说,还真有,煞有煞不,啊,某人修行还好,这个,逐善奉行,逐恶无度啊,然后呢,这个,对后呢,这个,这个, 一生平安,啊,这个,呃,福禄授权,啊,这些事确实有,恶有恶报呢,也有,啊,多行不义,呃,避自闭,这样的事也有 你像汪精卫,怕国投机,啊,这个,呃,这个,呃,这个,扔贼作父,在南京成立,为南京国民政府,啊,这个, 所害民族利益,最后呢,这个,报死,不得好死,呃,希特勒呢,你看,杀,这个,突杀六百多万,这个,呃,无辜的平民,啊,不仅仅是这个,呃,犹太人了,还有很多,白国的那些残疾儿童,一开始也被希特勒 都被希特勒了,也都反货炉反收了,所以说最后,呃,的杀,啊,这个,也不得好死,所以说这个,恶有恶报,确实有,善有善报,确实有,但是,我要说的是,啊,你这是有选择的去观察, 如果说按科学的这个统计学一行去调查 这个燕光报应该本就观察不到 换句话说 如果你观察每一个个期 你会发现这个恶由恶报 这个比那个恶由善报要守得多 然后善由善报比善由恶报要守得多 换句话说说 我们如果口查教查每一个个期 我们会发现实际是相反的 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的堕恶的得不得恶报 大部分行善的也得不得善报 这才是基本事实 你看看我们这个就不用抬高了 你说这个就说推荐的二战吧 你说二战 德国希特勒这个纳粹屠杀了 大量的无辜平民 光那个犹太人就六百万 这个日本侵华 这个导致屠杀中国人啊 这个一个南京大屠杀就三十万 加在一起一更中国死了上千万 无辜百姓上千万 那请问这些惰恶多端的人 有多少数点的惩罚 有没有达到这个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十 百分之一 连万分之一都不斗 这个大家可以调查 有乱保大审判 一更九刑才几十个人 东京大审判几十个人 是不是 把日本首相这个判了九刑 那一更也就十个八个的战犯 那请问南京大屠杀 十个八个的人能杀三十万 是不是 一千多万人 中国一千多万人 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最后审判判刑九刑才十几个人 那东京大屠杀大审判 那其他的那些多多端的人呢 是不是 都没受到任何惩罚 没受到任何惩罚 所以 善 这个恶由恶报是棘手的 恶由善报是极多的 所以说就是完全相反 英国报应完全观察不到 所有社会也都观察不到 这个 这只是应了一个战争 其他的 你发毒的 你看这些发毒 发毒的 这个他污的 滚满人口的 这个 盗窃别人弃滚的 这个 这个捐火商人 搞污染的 这个搞爪基因的 这个 搞生产武器的 你看看吧 是不是 无情无尽 政治院等迫害 你看这个 整都灭绝 你看亚米尼亚人 被那个 被那个 土耳其人 奥斯曼土耳其人 这个上层社会 基本上都被杀绝了 是吧 中国这个 登北 外登北 这个 被420 1930年代 杀了30多万 那这些人 这个 这些作恶的人 有没有受到惩罚 没有啊 极个别的 恶有恶报 是极其个别的 说句不好清的 连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不都 所以说 呃 这个 英国波影 观察 这个 所有的社会啊 这个 通通是观察不到的 所以它不是个 给予研究 给予教察 给予讨计得出的结论 使某些 曾教人士 一开始就是亚历江人为了欺骗 这个 被征服的 验读土著 编造出来的一个理论而已 这是我 呃 基于观察 基于研究的结果 当然也有人就是 反驳了 说这个不对啊 李老师 人家英国波影 不是不报 石会不刀啊 坚持不报 还有来世吗 那我们这个 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啊 这个 呃 我刚才这个说的是 观察不到啊 都有个事情 有时候 所以说你 观察不到 不等于说没有啊 这个 呃 这个 所以呢 呃 那我又观察了100个案例啊 这个 100个 前世健身 我详细问了他们的前世的所作所为 健身的所作所为 都可以调查的这个啊 结果发现呢 就是 就是 仍然观察不到 就是你 研究 呃 所有的前世 健身啊 所有的轮回案例 全研究一遍 仍然得不出 呃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个结论啊 呃 前世 健身啊 这个 有 四种情况都有 善有善报 善有恶报 恶有恶报 恶有善报 都有 但是就是得不出来这个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啊 他这个 就是观察不到 就是 给我结论你就是 人每个人都记住前世 你也观察不到 呃 那这个就是 呃 呃 观察不到 呃 不等于没有啊 我这也不想 呃 这个 对抗这些 曾教观念 因为很多人坚信这个事情 但是 观察不到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啊 但是 我们这个 该行善的还是行善 还是逐恶 逐善奉行 逐恶无度 不是说 害怕报应 然后我们就不不做好事了 我们好事做做不误 因为这是我们的修行啊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信念 暗示 一命二愿 发风水 四级焉得五读书 这个 这个 四级焉得 可能是这个 做好事情 对你的命运影响 可能只有百分之十 甚至只有百分之零减几 但是我们 也要修行 这是因为这个 这个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机会 呃 那这个 既然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刮潮不斗 那这个 愿行 为什么有的人 这个 一生 俯禄 受习 这个 非常的幸福 有的人 非常的 气坦 啊 那这个 原因呢 腾轮回的角度 讲是怎么回事 我个人是这样解释的 有一些网友给我 对面投稿 也 他也说了 说这个 基本上就是 你投胎是投胎 你投胎去投这个 在乎人家的这个孩子 啊 那这个 那你就去承受他的命运 因为他 出生的时间 生产八字 就绝尽了一生的命运 啊 欢迎了 呃 成长了 经历了 这个 脱折了 这个 呃 可以说这个 喜怒爱乐 一生的命运 已经确尽了 你去投 不管是去投这个胎 都是承担这个命运了 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 这个 随夜流转 这个事情 是不可口的 是没法 没法验证的 不可口的 观察不斗的 所以说 按阴阳五行 啊 这个按阴阳五行 按这个 呃 相生相克 阴阳五行 按八字 这些理论 是可以推进 可以推算出来的命运的 你找一百个人去算 啊 这个 所以这个人克服 啊 这个 合格的 呃 这个 这个 四处算命的人 都会算出来 你克服 那些都会问 我非常好奇 你父亲最近怎么样 有没有经常生病啊 然后就说 我父亲 在我 四季岁的时候 就去世了 啊 因为克服嘛 他父就还难 还难生存 可以 可以计算出来的 但是有详细的理论 呃 书可以计算 所以说 我个人觉得就是 这个 所谓的命运啊 呃 有些人体验了 不同的命运啊 这个 你说的好 说的慧 说的凄惨 说的这个 呃 幸福 这是光潮九度 都知道 这些东西 不是硬性的 是是一种主观体验 啊 所以命运的好慧啊 这个经历啊 这个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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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其实是一种 呃 呃 这个啊 焰阳五行 呃 焰间修 修进了生死部 呃 让你去投掷 这个 它是 就是风水 轮流转 抖制的 啊 风水 轮流转 就是说 就转到你了 你可以成仙 转到你了 你可以成佛 转到你了 可以当总统 那转到你了 你就当气概 转到你了 那你可能就被吐烧 被迫害 被奴役 被推弹 然后 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就这样 就是这样 呃 这个 呃 二元一五行呢 就给你安排这些命运 就转到你了 所以会发生这些事情 这就是说 呃 你经历这些事情 是因为你自己的对责 前世啊 什么的 修行斗志 这个就是 呃 有针对性的观察 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如果无针对性的 用数学的腾计方法 去挨个腾计 就完全得不出这个结论 啊 这个 这就是 燕国报应 我对燕国报应的理解 就是燕国报应 这个 这个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啊 如果用数学腾计方法 去 把一个团案 到样本 全部观察 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 啊 全人类社会都得不出这个结论 无法得出这个结论 呃 所以就是 是不是存在也不知道 啊 是不是存在不知道 那你是信仰了 你信仰 有就有 信仰没有就没有 但是观察是观察不到的 全世界神也观察不到 呃 那一个老太太 这个 他 丈夫是一个 村长 这个民国时期的村长 后来这个 这个 杀法无法了 这个 完格了 那这个 他丈夫呢 就被占押了 占押之后呢 斗争的过程中呢 就被耳朵割叫了 耳朵割叫 很受着伤 呃 打得浑身是血 然后呢 就是下一步可能要枪毙他了 所以他躲到一个 山山老林的 这个 计论去了 他妻子呢 没钱去送饭 然后 后来呢 他这个 人家就抓他了 说你老公哪里去了 说我不知道啊 然后 抓去报答一顿 这个 他就坚决 这个不说 他丈夫在哪里 就是非常争于他的丈夫吧 那这就是善了 是吧 就是夫妻 本事腾连牛 大能量来时各自费业 人家这个 这个村长啊 这个人家这个妻子 确实是 这个 争于爱情 争于这个 呃 呈现 然后呢 就被 人家这个就被 这个 他妻子就被抓去枪毙了 枪毙之后呢 他老公 没人送饭了 那不得不下来自首了 自首以后也被枪毙了 那枪毙之后呢 两人这个在树上 还做了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看 书中有详细的案例 好多案例 呃 呃 然后呢 这个 呃 那后来投胎之后呢 这两个人都有前世纪役 呃 就翻别采访了 都有前世纪役 呃 这个女的 呃 就 呃 转成一个男的啊 因为他说 他要报仇啊 说这个 我 这个团子 团子里的人太坏了 你看 我们老聊口都被杀了 呃 我要报仇啊 我要 偷胎做男的啊 这个女的太虚弱了嘛 结果他确实 偷胎成了男的 而且后来碰见那个 呃 前世杀他的人啊 在团子里认出来了 五六岁的时候 在街上走 认出来了 说 我前世就是被你杀的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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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人呢 就杀得得病死了 看来这个仇役也算是爆了 后来呢 他这个 当了中国建县的 呃 中国联合建县的员工 他当了个干部啊 然后呢 这个 呃 过得非常幸福啊 这个 呃 然后欢迎各方面都很幸福啊 那这个 算是杀有杀包吗 嗯 那他老庚呢 这个人也还好 团子里当医生 教师 加这个 这个团长啊 呃 大死之后呢 投胎做了一个女的啊 然后嫁了一个人啊 然后 这个生活呢 非常快苦啊 庚子喊急 两个孩子非常 学习非常好啊 学习非常好 为什么是压力呢 学习非常好 就要跟了高中 跟大学 所以 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他女儿也有前十几亿啊 我有一个 翘舞的视频 发在这个 呃 里面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他现在最近去年 跟我说 得了这个 更近癌啊 挺痛苦的 那这个人 可以说是前面 前身啊 是行了无数的善 非常善良 行了无数的善 那这个 现在这个命运呢 呃 反正你按铃不到 他 呃 人呢 这个 因为姓名就不讲了 书里面有啊 在这个节目里面讲不太合适 呃 上一生呢 他是个小伙子 就是偷豆的恶习 就是 到处偷东西 人家输了庄稼 这个 呃 当即棉风还好 夜不必乎 他可好了 这个到处偷 呃 什么都偷 人家搞了粮食 放在外面 他就偷了卖酒了 所以呢 这个 都来找他父母赔偿 所以他父母呢 就特别生气 呃 然后呢 就 他父母家 他哥哥 三个人 就合伙把这个小伙子给谋杀了 一个人才18岁 把他谋杀了 谋杀之后呢 埋到河滩上去 呃 埋了七八个月 第二天穿签 这个 发大水 尸气就撑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 报警了 报警以后 疼到县 公安局就派人去挖尸气 调查 一挖 发现这个 把不小心把这个 尸气的 左手的四个手指 给砍掉了 就是因为那个 卷头一下子 挖下去 挖掉了 然后呢 那这个小孩 这个林怀呢 这个后来就投胎了 投胎之后呢 这个 有前世纪 同时 缺一个手指 缺一个大拇指 对他的生活 影响非常大 这个 主要是 缺一个手指 这个影响 确实 现在在山战当会计 你说这个 就这个人而言 个人觉得 这个 这个罪也行啊 已经是 两清了 就是你说 偷盗这件事情 也不够个死刑 是吧 然后被父母 被哥哥 这个 签署 处决 打死了 活生生的打死了 那你说 这个 这件罪 偷盗这件罪 这个 该这个刑法 被打死 是不是两清了 那这个来势 你看让人家又 缺一个手指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不是有点 这个 就算恶有恶报 是不是 已经报完了 还报人家 是不是就太过分了 所以是跟人感觉 这个 当然 这个 那 恶有善报呢 那比如说一个日本人 这个 来牵活 当即有一个日本人 1944年 在龙胜县 跟中国军队打仗 可能杀了很多 中国人 最后被打死了 打死以后呢 老百姓很生气 也不想安葬他 就把这个日本士兵啊 也可能是个军官 或者士兵 就扔到这个河里去了 扔到龙胜县的河里去了 然后呢 他就在河里 飘飘飘 这个石旗 还有灵环 一块飘 飘到这个寄灵团 就脱胎了 脱胎之后 有前世纪 他还要求父母 也许是他自己 起了个名字叫吴征日 他姓吴嘛 忠是忠诚的征 孝征的征 日是日本的日 吴征日 就是 可能这个小时候觉得 哎呀 我这个 嗯 你们都是中国人 我是日本人 我这个 还有争遇前皇 争遇日本 所以我起名 这个姓改不了 那我名可以改一下 吴征日 这个人呀 这个也情好的 也情好的 本来想去采访他 谈 谈谈 人家说 我都不太想讲 那个事情 可能这个炮带来一些压力 毕竟是出生在中国了 这次 不想谈 所以前世纪是有事 都是 但是不想细谈 多久没采访 没有采访陈庚 这书里面也有 那你说这个杀人 这个日本士兵在中国 收杀掠夺 沾满了中国人的纤细 那是不是死后应该下 恶别打击于恶 没有啊 你看恶也没有恶报啊 你看这个正常投胎 正常过日子 你再看还有一个 嗯 一个 中国士兵啊 是在贵连市 去玉香贵战役嘛 日本大腾大路线 1944年 玉香贵战役 这个 中国士兵啊 国民党的中国士兵 这个 抗日 结果被打死了啊 他妹妹也被打死了 这个 他跟他妹妹一块在燕间相遇了啊 然后呢 一块投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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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胎之后呢 投尤建疼一个川庄 还有疼年疼月疼日生啊 父母不疼 那他跟我说啊 就是我说你这个 这个在燕间 没受到良好的招待啊 或者是怎么着 他说没有啊 这个我 十八九就死了 打死了 父母也被打死了 然后我也没有孩子 谁给我烧香啊 也没有 也没有纪念的 也没有送纸钱的 所以我 虽然是这个抗日战亡 但是在燕间饿得啃草啊 你看 在燕间饿得啃草 所以说这个 这个 所以我个人觉得啊 这一生一世啊 死了之后啊 这燕光报应 如果有的话也就结束了啊 结束了 然后下一步 这个安排你干什么事情 那这个就是 你按你的这个 按照这个燕阳五行配对 然后呢 这个该偷什么 偷什么啊 这个 所以说 这个人生啊 这个在没有大扯大悟之前 在没有断无名 没有明先见性之前啊 是不能了断生死的 其实呢 就是 这个干什么事情 难说是善 难说是恶 这个善恶 没仇 好会 喊大情况下 是你的立场绝境的 立场绝境的 但是这个藤梁仙角 我们可以说 这个善恶是很清晰的 藤梁仙角 善恶很清晰的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 就算没有燕光报应 就就算 我们还是有这个 逐善奉行 逐恶物多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留言 这个简单 也欢迎批评 这个留言呢 有外币打 这个我找个时间 把大家的留言都回答一遍 然后呢 欢迎大家爆料 就是你三边的案例 这个网上的摘抄就不要了 就是你七姑八姨了 亲戚了 同事了 朋友了 你本人了 签署了 经历过的灵异事件 欢迎报料 这个合适的报料 这个就赠送 赠送大家一本 平杨在生人的书 直至版彩色的 这个书呢 现在 如果大家生活在国外的话 可以在lulu.com购买 由美国发货出版 彩色 减企房企都有16美元 好谢谢大家收看 这个我们下期再见